那么出去吃会不会比较澎湃呢 现在就有业者他们将扎晃起司牛奶锅升级了 推出是海陆瀑布 这是330公克的肉 再搭配炒虾蛤蜊这些海鲜 而另外还有是泰国料理的 有月亮虾饼 绿咖喱这些 当将近20道的泰式料理无限吃 经典牛奶熊 火锅里泡温泉 桌边现爆起司 让汤头更加浓郁 粉嫩肉片下锅涮个几秒 饱满吸附汤汁 别着急后面的海陆瀑布更是亮点 火锅店业者新推出的海陆瀑布 内容物相当的多元 像是有330公克的肉片 加上草虾海虾共12只 还有像是鲲鱼片 蛤蜊 鱿鱼等海鲜 我们从原本的220公克提升到330公克 目前的话我们有推出 就是日式的黑糖绝饼 然后这个它吃起来口感 是Q弹Q弹的非常好吃 那另外在副食区我们有一个 就是松露奶油菌菇吹饭 那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 天气转良 吃锅季节到 火锅业者以视觉抢供消费者荷包 另一家火锅店结合道地泰式风味 台式小火锅 清香瀑布汤底 三五肉片 豪卖下锅 火锅吃不饱 旁边餐车 还有泰式料理DIY区 泰国美食东应公汤面 现在在这边也可以自己动手做 首先要先选择看自己喜欢吃的是 河粉还是米线 选择完之后到旁边的汆烫区 简单的煮30秒 煮熟之后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配料 像是店家这边就提供了草菇 以及综合海鲜 那么第三个步骤是最重要的 要加入我们的灵魂东应公的汤底 之后呢最后一步骤就是加入一些生菜香料 就完成了 仿佛置身泰国 自助吧台 还有酸辣鱼片 月亮虾饼 虾酱高丽菜等等各式泰式料理 炸榴莲 外酥内软 甜鹅不腻 近20道泰式料理无限吃 因为泰国的口味 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是很合适 也很喜欢 可能最喜欢的就是绿咖喱炖锅 然后搅在饭上面非常好吃 预计可以带动大概三到五成的业绩 天气凉了 火锅店业者看准商机 推新品 玩创意 要来一个抢课大战 东森财经新闻 黄伯璇 明杰台会报导 看盘不断 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